我覺得黑幫、江湖片 其實這些片都是港產片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近年的江湖片 我覺得可能比較著重打打殺殺多一點 所以今次這套戲比較有別於其他江湖片 是因為我們這套戲是著重情懷多一點的 一個黑社會的輕衰 還有究竟整個社會有甚麼轉變 會令黑社會和以前的轉型 可能有地產的關係 又或者物價的關係 所有東西 所以我覺得看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一個香港獨有的情懷 就是在裡面 發展商收到你的部位 我特意想和大家聊一個條件問題 我們不會搬的 我們說道義、義氣 和那些只是說錢 不說道義、不說義氣的股額是很大分別的 以前的幫會 就比較說道義有道 即是說義氣 說兄弟情 不同現在的所謂黑幫 現在的黑幫比較像男仔 流氓多些 跟我們以前那一代是有少許分別的 你去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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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揹個票 其實一埋位 大家演的角色 全部都是以前的 講到以前的黑幫電影 但裡面的黑幫電影 我覺得是 我們不是經常講打講殺 但一樣是 很公平 很開心的黑幫電影 現在我們要拍的 在以前地道的香港的黑幫電影 是很珍貴的